尚且不论凯米台风侵台的路线 而对瑞穗乡文旦幼浓来说 台风要来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因为期待台风雨水干淋 一解南区的缺水旱象 但是也忧心台风会带来强阵风 怕吹落了即将在一个月后采收的文旦幼 而现在也只能求老天爷帮帮忙赏口饭吃了 配合农政单位温旦早收技术栽培的青农林称雄 一如往常来到谷原内巡视 面对台米台风要来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当然我们还是会担心 因为现在已经距离我们采收大概就剩下一个 讲难听一点应该算不到一个月 大概二十几天 因为我们早收雨季本来就会比较提早 这个台风来说其实有好有坏 好事搭带了丰沛的雨水 因为我们这阵子花冬中午出现在一个高温 其实高温对稳但是也有提早成熟的作用 但是雨水还是我们必须需要的一个东西 自己崩的话就是多少都会有一些 对果实上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灾害 农民担心受怕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再过一个月的时间 辛勤栽种管理的文丹柚就可以采收 现在凯米台风可能带来强风大雨 树梢上的文丹柚恐怕会被催落一地 届时所造成的农损灾害 农民不敢想象 那现在可以做采收吗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们其实文丹柚它干底了 我们还是气象也是 它一定要达到一个它的熟程度 它才能展现出它的整个风味 我们文丹柚距离采收的时间不到一个月 那凯米台风依照各个预报的路径的话 有可能偏向台湾 那在这边我们要呼吁所有的这个农友 做好房台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也祈求老天爷 这个台风只要带来降雨就好 那希望它能够继续的往北偏 那不要影响到我们的文丹柚的采收 中央气象署凯米台风预测路线 最快明天下半天就可能影响东台湾 农会除了是呼吁农民 尽早做好文丹柚园的防台措施 现在也只能祈求凯米台风 手下留雨就好 一解两个多月来的汉象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导